从4月到现在 桃园堂堂六都之一 居然沦为宫殿的第三世界 加深了缺电的疑虑 王美华部长说不缺电啦 光绿电就足够应付企业的需求 能源政策不该检讨吗 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 铺排三部曲 你来看看是不是已经展开了 首先 童子贤支持核二核三研议 再来 准格魁卓融泰关系良好的媒体民调 一做出来 六成的民众认为 缺电让他们感到紧张 最后 赖清德准总统出席公总会议 听到的也是力争何能的种种声浪 王泽 2025非核家园的政策 最后会菜归赖不随吗 有可能吗 师父以前看起来 这个所有的缺电的问题 接踵而来 好像每天都有每一区 都有特别在停电 今天轮到 今天早上轮到台北市中正区 连中正区八百多户 早上九点半 都给你停电了 那台电怎么说 哎呀电缆故障 理由又是一样 大家想说为什么每天 都有这些地区 北台湾传出来会有停电新光 因为上个月 我们不乱报新闻谈 桃园停电 上个月四月份 桃园停了三十五期 影响三万多户 那今年这个月五月份 还有现在几天 才七天而已 桃园已经停电九次了 看起来可能会打破 上个月的记录 但是我们不要幸灾乐祸 因为台电你必须要 务实地面对我们 电力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现在也不止北台湾 南台湾也停电 台南南区现在也停电 五千多户停电 甚至南区的殡仪馆 也面临到停电情况 早上很多家属 二十个家属 二十场告别式 结果当下直接停电 很多人当下 在用电子晚年 瞬间的黑画面 你知道吗 黑画面还是小 问题是那些冰柜 那些都要用电 是 这会造成家属 一个心理阴影存在 所以我觉得真的 这个电力 真的要好好稳定下来才行 可是我们的政府 不认为有缺电 你看王美花怎么讲 她说错误的 能源政策造成缺电 这个说法是不OK的 她说我们的绿电 早就可以满足 所谓的企业的用电 你们可以说我缺电 甚至我们的调度 是多样化性的 所以没有缺电的问题 所以这些缺电 东东都是所谓的 机械故障所造成的 她不承认缺电 可是企业界不这么认为 企业界的人士 明白白纸黑纸 在台上直接跟你讲 我们就是缺电 重点就在于 王美花横述520 她要下来了 重点是520之后的 赖清德总统 他对于供电不稳 这件事情 他不担心吗 是 当昨天赖清德 出席工商界的一个活动 下面的工业的总会长 理事长潘俊龙就说了 其实我们现在很担心 所谓的用电焦虑 这个坦白讲 20年前我们说 核电把它视为洪水猛兽 但20年后情况不一样 他呼吁政府 一定要好好思考 使用核电的一个感觉 那现在赖清德 他话坦白讲 感觉有点在铺路的感觉 他没有完全否认 他怎么讲 他说工种主张 窃却台湾发展需要 我也非常重视 这个意思告诉什么 他不见得会引用 蔡政府所谓的非核家园政策 或许有可能出现转弯的余地 为什么跟猫腻可以看出来 昨天我们报信用 不是谈所谓的太暴出现一个民调 说57.3%的人认为 目前台湾的确是缺电 但是大家细看一下 里面的数据 现在希望能够用核能发电的民众有多少 将近5成47.2 所以这数字告诉你说 现在是不是台湾的能源走向要渐渐往核电的走过去了 重点是 这么多的媒体都会做民调 我们为什么给一个大家过去很少看他做民调的 这个叫太暴 那可不一般 太暴后面是谁啊 是 结果有人发现说 太暴其实这份 这时候在520之前出这民调 绝对不单纯 与他背后的股东 坦白讲 包括了他这个亚太后面的投资者 天河投资 还有万海 这两家公司的股东大股东 可能都跟我们的准隔魁 主动态是好麻吉啊 哎呦 这样就有风了 所以可能是会不会是新内阁先拔草测风向 先丢个民调出来 测测大家的反应如何 大家决定能源政策要不要改变嘛 所以大家看到 现在不止这份民调 包括我们差一点变成我们这个隔魁的同子 虽然现在没有了 但是他当时最近在接受专访 怎么讲 他希望核二核三能够延绎 他也说他过去所谓 他并不是拥护者 拥护核电的者 但他坦白讲 他看到了所谓煤炭发电的可怕 煤炭发电在全世界造成了多少人 肺癌还有肺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所以他认为核二核三应该来做研绎的动作 那核一核二呢 坦白讲他基础就有的没关系 因为他举一个芬兰的例子 芬兰有装所谓的OL3的所谓的压水式的反应炉 他说这个反应炉 如果我们装到核一跟核四身上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省下 这个定价马上会下滑30%左右 所以旺哲 你刚刚提到的好像是各自独立观众朋友 我们就要帮你串起来了 你看 这个是赖清德准总统最信任的科技幕僚 科技顾问 他已经松口明白告诉你 他支持核二核三研议 再来 这个是泰报 跟卓榮泰关系极为密切 做出来的民调 从来不做民调 一做民调就告诉你 有六成人担心煤电 是 再来 我们看赖清德本尊 他昨天公总 他就说 你们对于供电稳定的诉求 我都知道了 我也认为很重要 所以你把这三件事串起来 有没有可能 2025非核家园 蔡规赖不随呢 这当然有可能 这是绝对有可能的事情 要不然我就问 为什么赖清德要做这么多铺牌的动作 他就是拔草测风向 测了感觉 大家民意好像对核电 也不是这么排斥之后 我再一步一步来推核电演绎下去 因为现在包括国民党立委 他也提案 在立法院提了六项案说 希望能够 这个核三能够继续演 因为目前核三能在运转当中 但是因为他2025年 要面临处一的问题 现在就希望说 能不能透过专法的问题 能够让他继续演绎下去 而且核三如果演绎的话 坦白讲 他不需要让额外的花费 是最省成本的 我们说核一核四 可能还要维修费 还要额外的一些费用 但是核三演绎 目前看起来是最省成本的方式 好 万泽 四月涨电价 大家就眼睛眼睛看 咱们那些CBI会冲上去 没有啊 CBI不但每涨 还往下下修 下修到1.9多% 好你告诉你 且慢 主席总是随时改革跟你说 给我们注意一下 他说接下来五月CBI 还会再上去 会突破2% 但是六月份紧接着 又有一个夏季电价 我一头羊开始被扒两层皮 大家皮要绷紧了 为什么大家看到四月份 这CBI指数只有1.9 没有破2 因为当时很多人 还没收到所谓电费上单 所以很多人还没有感受到 那个体感通膨的一个感觉 但是问题是五月份不一样 五月份这个CBI 可能会破2 那破2之后呢 大家开始慢慢就有感觉 万五可能就开始会涨起来 这是重点的问题 那现在主席总出了表示 说坦白讲 很多东西会造成所谓 间接性的涨价 包括一些小吃店 包括一些商家 甚至你可能未来出去 买的东西 它可能都会反映在 它的成本上面 来让你薪水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变成说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 4月份的这个价钱 它涨电价的情况 还没有显现在 目前的物价上面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六月份是不是夏季电价要来 当你收到电费单的同时 也跟着再涨一波 再扒你一层皮 所以包括你未来的 十一住行 你统统都会涨价 今天不是说我不开冷气 我就不会感受到 那个店家的涨幅 你去打羽毛球的时候 你也会面临到 那个涨幅非常可怕 我今天去运动 我想买一桶羽毛球 原本才六百块有找 现在要涨了五十多块到六百六十块钱 你就知道那个羽毛球的涨幅 就多么的大 因为台湾人非常喜欢打羽毛球 假日的时候呢 那个运动中心总是爆满情况 好 你打完羽毛球干嘛 想说我去补充能量 我去吃个小火锅 但各位 现在小火锅也不便宜了 要变大火锅的价钱 你知道吗 每一锅 基本上 这个大呼过瘾 小火锅每一锅五月开始要涨十块钱 最低价多少钱 一百六十五起掉 比大麦克还要贵 所以它最贵来到两百二十块 你就知道 现在小火锅的CP值 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今天生活用度 可能观众朋友 不知道你们跟我一样 我最有感的是这张照片 哇 我下巴要掉下来了 是 很多观众想说 我下午茶 想说真奶配鸡排 刚刚好 非常的棒 但是问题是 现在鸡排 已经不是同版美食了 你知道吗 已经突破一百零五块 这是内湖的一家鸡排店 民众想说 我今天带一百块 我去买个鸡排 希望能够找二十块 可以去买饮料 结果呢 不好意思 你要多付五块钱 一百零五块 所以就变成说鸡排 现在也涨价 甚至四条的柳叶鱼 现在也要八十块 你知道 那非常小 小不容多的柳叶鱼 现在四条要八十块 你就知道物价涨得多么厉害 那好 你说我假日 我去别的地方 我到彰化去吃个控肉饭好了 抱歉 彰化最有名的阿权控肉饭 已经过去连两年调涨了 接下来 它还要再涨 原本小碗的卤肉饭 五十块 一个铜板OK 现在要变六十块 给你要花掉两个铜板的价钱 所以你看 店价 目前看起来 大家可能还觉得 通膨没什么感觉 但是问题是 你过了五月 六月之后 下期店价 电费账单来之后 各个的十一柱形楼 通通给你涨到底 好 陈秋你怎么看 对啊 这个是五月的现在进行事 六月 下期店价一来 第二层皮我要被扒了吗 我们的戏齿鸡排 早就是120 所以我觉得105 还比较便宜 所以现在物价高 很多通膨来自于哪里 叫做预期心态 预期心态 其实更可怕 像房价 房租 都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你但预期会涨 房价会要贵的时候 像最近一个 中华民国的房仲权联会 就做了一个调查 网络调查 几乎民众三成四都认为 即将涨房价 而且还会涨10%以上 等一下 你说的是因因果果果 今天是因为店价涨 所以预期房租要涨 所以预期房价要涨 从店价开始引起的 串联的连锁效应之一 就是包括房东 房东房租要涨了 那还有房价 因此一连串的效应 都会产生反应 这个预期心态 通通都会出现在 我们要做的 10亿住行 买房子房租都一样 然后其中 他这个房仲业者 很担心购物的意愿 民众居然跌了17个百分比 可能会陷入焦虑 大家不敢买房 那可是其实这个更关键 我觉得很矛盾的是 我有很多建商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学长什么的 他们现在最近只要推新建案 几乎都卖光 然后房价的确都越来越高 越来越好 所以你现在一犹豫的话 一回头 他就涨上去了 而且他在我们台湾 处在一个世界天秤的两端 为什么说贫富差距67倍 就是有一般小老百姓 可能买房 今夜夜我们举个小例子 在D卡这边 po了一个26岁的年轻的上班族 他辛苦一出社会 赶快努力存钱 他存了200万 他就在往D卡问说 我可以买房吗 然后他说可是 现在蛮厉害的 26岁可以存到200万 不容易不容易 我们真的常常看到新闻想说 哎呀为了几万块 我还要铤而走险 真的几万块 会压死一条好汉好吗 每一期的工程款 然后我的房贷 那像这个26岁存到200万 他还不太敢 他想说 其实我买不起什么房 因为房价这么高 现在也一直在飙高 那大家就很多人讨论 这个现在 这个时代年轻人 如果没有家人可以援助的话 光要自己生活都不容易的 你看昨天一个月 才2万多块 这个可以年薪到百万的 26岁年轻人 已经算很好了 他200万都快要买不下去 他担心后面扛不了 就算头期款付了 后面有一期一期的工程款 要付 怎么办 付出来 他都没有把握 可是这已经是少数的年轻人 更况是大多数的年轻人 我刚刚讲到天秤的另外一端 哇那个新建案又贵又好的 那么高的 为什么 还是可以卖 一下子卖光 这个就是贫富差距 我们打囤房税 打房打的结果 只是让我们年轻人 或基层 或弱势的人民众 买不起房 甚至这辈子永远遥遥无奇 可是炒房的人照样炒啊 好的不得了 房子你说卖的不好吗 其实卖的很好 尤其是新建案 炒房用囤房税的结果 只有自由解决方案 只有做个样子 假装我在打房 然后假装我要补助年轻人的贷款 最后结果还是一样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年轻人生活的支出越来越高 活不下去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订阅